我們的陳指揮官 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工作的一個情形 好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們今天宣布 我們新增兩例 境外移入COVID-19的病例 自美國及英國入境 那兩例本土COVID-19的病例 那一位是一位是醫師 一位是醫師 那因為 到進去我們的隔離的病房 隔離複押病房 原來COVID-19確診者 在醫療中的確診者 那因為狀況比較嚴重 所以進去插管 曾經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然後在1月8號 從回顧起來 他覺得有一點點的症狀 那到1月4號 覺得身體不舒服 所以就報告醫院 然後採檢 確診 那是838 那839是護理師 是護理師 那不過呢 他們基本上在判定上 應該不是在工作上面的染疫 應該是他們算是密切的接觸者 他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在這裡面 大概是在社區 這裡面有兩個案例 一個是在醫院的一個醫院感染 那一個是在社區的感染 那為了因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大概從昨天 昨天下午開始 就緊急發動了 所有的疫調 跟所有的醫院裡面必要的一些處置 那醫院裡面的處置 大概最大比較關心的 也是我們大家 最關心的 就是相關的接觸者 或是服務的病房 我們大概做了哪一些的事情 那我們先跟大家報告就是 在這裡面 我們大概初步來看 這個病例在醫院裡面 並沒有造成 院內裡面有這樣的感染擴大的情形 那我們匡列了非常多的人 到從昨天的 應該是晚上 有第一批出來 晚上11點再出來一批 那然後11點晚上的半夜 整個從半夜11點 我們召回所有這些相關 可能接觸的人 那跟大夜班的服務的人 那整體的做了一些採檢 那分批在今天早上7點半 那在早上大概10點多 9點半 那另外一批是剛剛 剛剛之所以拖了一點時間 是因為今天早上又匡列了22個人 原來是匡列400 442 匡列的442人 那今天早上又在匡列的22人 那最後我們剛剛是在等這樣的一個結果出來 那也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們這裡面採檢了464人 總共採檢了464人 那全部都是陰性 那這是在院內 那院內我們除了 做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一些採檢之外 我們在裡面 在暫時裡面 初步先決定 這個醫院 現在是在住院的部分 指出不盡 這醫院現在是在住院的部分